咱家早晚要改朝换奈 祭大位 那个时候咱家定和你共享天下 继位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要立你为太子 董卓想把貂蝉拒为己有 为了安抚该儿子的心 只能继续化大饼 咱家决定 拜你为朝廷的大将军 通关天下所有兵啊 谢一付大恩 但是已经被迷得神魂颠倒的吕布 此刻只想夺回貂蝉 至于什么大将军啊 太子啊 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 所以 他趁着董卓上朝的间隙 再次偷偷地溜回梅屋 希望能够稳住貂蝉的心 将军 向国拆我前来 闪开 诺 每次来到这里 他的心都很痛 毕竟早上看到的那一幕 让他十分担心 万一每人想不开 那他还有什么生存的意义 貂蝉 貂蝉也没想到吕布这么快 就去而复返 赶紧换上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希望吕布能够明白 他貂蝉到底为谁而活 能够再见最后一面 心愿足矣 再也了无牵挂 既然今生无缘 只盼来生再续 吕布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刻骨铭心 心态再也绷不住了 二人望我的护诉中长 根本没有发现时间已经不多了 董卓在巢上突然发现吕布不见之后 心里立马就感觉大事不妙 早上就发觉吕布的眼神不对 纳斯肯定是与貂蝉私会去了 随后也无心上巢 骑着快马就往回赶 亲口听到吕布就在里面 满腔的怒火蹭的一下就起来了 拽着肥胖的身躯直接往内室走 一眼就看到了吕布丢下的方天化解 远远地看到吕布正在与貂蝉轻轻握握 陷入了疯狂 吕布自知里亏 头也不回地就往外跑 毕竟是年岁大了 董卓这身子骨怎么可能追得上 看着远去的二人 貂蝉系上心头 当即撕下衣服的一脚 再次哭诉 一切都是吕布所逼 自己一介小女子根本无法反抗 既然已经成为相府的人 如今又被他人侮辱 恨不能以死明智 这一幕顿时就让董卓无限火大 连他的小妾都敢如此 是谁给他的胆子 王允刚好也看到了这一幕 眼珠一转就明白了前后原委 心里不由地念叨着 这离间之际或许还可以添上一把火